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大家在一起介绍有关犯罪学的知识 犯罪学这门学科应该说是一个搏赖品 但是在中国古代和先人的研究里头 并不乏对犯罪问题的研究 只不过不像西方的这种传统的一种研究方法 那么在当今世界处在一种不安定不稳定的状态下 像阿拉伯之春日以后出现的问题 以及我们目前大家可能看到的反恐啊 等等这些问题 都跟犯罪学问题的研究是有相关性的 那么在中国大家可能知道现在网上信息和社会热点问题很多 最近网上信息里头像李天一强奸案 像这个有关的这个 法院上海法院的法官被抓条等等这些问题 涉及到这些问题里头的研究 有很多问题都不是简单的一个具体的法律学科能解决的问题 而犯罪学在这些问题的研究里头能起到一个很突出的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基本上来介绍一下 我们犯罪学研究的一些基本内容 让大家可以拓宽视野 加深对整个我们社会科学和形式科学中 涉及到社会不稳定 社会不和谐 犯罪违法等等这些问题里头的一些核心问题 所以我们想在这方面来进行一个基本的介绍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涉及到犯罪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的一些介绍 那么在这个基本问题里的介绍里头 我们首先就是要 我们说要登堂入室或者敲门入室 那么要明确一下犯罪学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搞什么方面的相关研究的 那么应该说犯罪学是关于什么是犯罪 怎样产生和发生犯罪 如何避免以阻止 阻止以及整合人们对犯罪的不同认识的一种学科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整个就是不是一种 我们所理解的一个社会好像规范性的 正常的或者畅当产值的 而正好是一个相反 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的问题的研究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学科 为了掌握犯罪学的精髓 本课程的设计四个单元 这四个单元里头包括犯罪学导论 犯罪现象 犯罪原因 犯罪预防 共有九章内容 每章内容之中深入浅出的按四个层次 也就是节 大一 括号一 和小一 四个层次来加以展示 本课程采用课堂讲授 课堂讨论 实训 多种形式互动 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将启发和指导学生贯穿于课堂内外 并根据需要穿插一些专题 启发学生的想象力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以及怎么样来适合适应公安工作 和我们行政司法工作的这种能力 所以从前沿上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从导入和前沿来 我们可以看到犯罪学的研究 是有它的很突出的重要的作用的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讲第一章 就是犯罪学的概述 在第一章的内容里头 我们主要是掌握犯罪学的概念 对象 了解它的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 从而对这个学科有一个概要的认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基本上有四个方面的内容设计 一个就是犯罪学的研究对象 一个是犯罪学的学科性质和地位和功能 还有就是犯罪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以及犯罪学研究方法 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始对有关的内容 来逐一加以给大家介绍 首先讲到的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节里探讨的 就是犯罪学的研究对象 那么在犯罪学的研究对象中 那么首先需要理解的问题 就是登堂入室之前 首先需要理解的问题 就是犯罪的概念问题 犯罪的概念 现在目前应该说 在学者 社会工作者 以及一些大众心目中 它是有不同的认知和看法的 那么作为我们专门搞形式科学研究 的学者来说 那么我们的侧重点 重点是从刑事的犯罪概念 和实质的犯罪概念 这种出发点来进行加以认识 那么在这里头 这个概念里头的第一个概念 就是关于什么是刑事的犯罪概念 所谓刑事的犯罪概念 就是指违反刑法规定的 应受刑法处罚的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行为 是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基本上都应该是归在 那么刑事法律 包括刑法和一些刑法性法律 等等一些法律的规定中 那么这个被认定为是刑事的 犯罪概念 还有一类呢 就是关于犯罪的实质的概念 这个犯罪的实质概念 是我们犯罪学特别强调的 也特别突出来加以研究的 它就是指 主要是指示 对社会有危害性的 凡是涉及到采取了强制措施 或者是控制和缴制行为规定中 规定有相关 禁止的作为和不作为的 像这种情况呢 都可以认为是实质的概念 那么在这个里头 大家可以看一个 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表格性的东西 那么当年呢 是我们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呢 在做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里头有四个集 那么在这四个集里头 正常标准的社会人格 自然属性和社会化 应该说 形式的犯罪学概念 重点是研究 怎么样这个人逐步向 犯罪人格发展里头的 涉及到的一些相关问题 尤其是违法中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严重违法问题 那么这属于这一类的 就将来成为犯罪人格的这一部分的人 他在涉及的基本行为 那么涉及到其他的 比如说 我们犯罪学研究的 像一般性越轨 和违反治安处罚条例 以及我们在这上面看到的 病态人格的 变态人格的 和外在创伤扭曲人格的 像这些非正常人格 基本情况的 和甚至于出现反 标准的反社会人格的 等等一些问题的 像这类的情况 那么是归犯罪学 这类这门学科的 所研究的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刑法里头 他们涉及的 这个基本的犯罪问题的研究 那他的面是很窄的 而我们犯罪学的研究 涉及了涵杆的面很大 这里头就涉及到 关于犯罪化 和去犯罪化的问题 关于行事政策的 制定和适用的问题 以及有关社会权益保障 以及社会健康卫生保障 等等这方面的问题 而只有这样一个社会 才能体现出公正公平 使得在这个社会里 有更少的犯罪 这是我们讲的的 这其中的第一个 相关的概念 第二个 第二组相关的概念 就是涉及到犯罪学的概念 那么犯罪学的概念里头 那么实际上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研究里头 大家可以看到 犯罪学的研究 现在目前已经有了 将近这个 一百三十多年的这个历史 那么在这个历史里的研究里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最初的产生犯罪学 有关的提法的 那么是从词员上来看 是法国人类学家 这个保罗托皮纳尔 那么这个学者 在涉及到相关的一些研究里头 提到在这个有关的人类学研究中 是需要研究犯罪学的 这专门提到 也就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犯罪学真正的产生的 这个名词的最初 就是跟对人本身的那种 深入的研究是相关的 那么到了1885年 这个法国的 后来又主要从 意大利的这个研究里头 受到的这个启发的 这个原籍是意大利的学者 加洛法洛 在他的一本专注里头 专门提到 就是命名为 就是把他的专注命名为 是犯罪学这本专注 而这本专注呢 以当时之前的 有两本专注 犯罪社会学和犯罪人类学的 相关著作相集合 形成了我们犯罪学产生的 最主要的三个基本的支撑点 那么这那两个学者呢 就是等于涉及到是 隆不罗嗦的犯罪人类学 还有非理的犯罪社会学 以及我们的 这个这个在这里提的的 这个加洛法洛的犯罪学 那么犯罪学 从他的冠名开始 到传入到中国 那已经经历了好几十年了 到了 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 中国才传入 有关犯罪学的基本知识 这个知识呢 是以翻译的形式 和三十年代有些人写了一些 什么犯罪学大纲啊 和犯罪学的探讨 然后逐步开始 那么这个里头确实有一些 我们海外学者 就是中国的海外学者 出去以后回来 所做的一些贡献 所以这是基本的一个状况 那么在这个状况里头 那么我们 在这个里头 区别 我们现在重点要研究的问题 就是关于犯罪学的狭义和广义之说 狭义的犯罪学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犯罪学的研究 经过了这一百多年的 基本的研究以后 那么我们现在 已经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所谓狭义的犯罪学 主要是指探索犯罪发生 存在的规律及原因的科学 大家注意到 可能有些同学是研究 将来特别感兴趣要研究 关于这个 人体啊 或者物证啊 这些方面的问题的话 那么就涉及到 有些问题可能跟这个 是有相关性的 那么这个方面呢 主要涉及的学科里头有 像这个犯罪生物学 犯罪心理学 犯罪社会学 和犯罪经济学 等等一些学科 那么这些学科里头的很多问题 尤其是犯罪生物学和犯罪心理学 那么对这个 本身的这种人 自身内部的一些原因的探索 以及他自身内部跟外界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探索 就很有一些 启发和教育意义 那么在这里头 有很多学者都做了一些探索 尤其是在西方社会 对于犯罪研疑学的探索里头 从生物学角度 心理学角度探索 是有很丰富的内容 我们在座的那个年轻同学 肯定都比较感兴趣看 美国的一些大片 是吧 美国大片里头 大家可能看 沉默的羔羊 像这个tax driver 就是出租司机 还有像这个 什么这个外科医生 像这个其他的一些 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名片 像教父等等这些 都有丰富的有关探索 犯罪学内容的 这个素材和一些影片 这些影片里头 你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内容都是涉及到 关于从生理心理 以及跟社会之间的互动作用 里头所发生的一些情况 尤其是大家可能看过 这个比较经典的 像这个沉默的羔羊里头 是吧 那种心理状态的探索 应该说 不是我们 没有 就是不是我们一般人 就能够完全能够阐释和说清楚 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的犯罪 尤其是在近些年 西方国家 包括在中国 大家可能感兴趣的看到的就是 很多累犯灌犯 系列杀人犯罪这些罪犯 包括中国 现在目前大家可能看到很多那种 社会仇视犯罪的一些情况 对无辜的人采取这种犯罪行为 像这些问题的探索里头 都涉及到很多 这个狭义的这个犯罪学里的探索 而且呢给人感觉的就很富有个性化 很富有自身发展的那种脉络和过程 这些探索 是不是我们 简简单单就说能用一两句话 就是我们用教科书的一两句话 就能够完全说清楚了 必须加以深入的 这个探索 这是狭义的犯罪学的这个基本定义 及其它的作用 第二呢就是涉及到广义的 在这里头涉及到广义的犯罪学 所谓的广义的犯罪学 实际上就是主要指的 就是这个犯罪学研究呢 包括三大块 加上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呢 应该说包括四大块 就一大块就是涉及到犯罪的原因问题 这个是前面狭义的要研究的 围绕着这个核心的内容里头 向两边展开 一个是它的现象 就是原因以后产生以后 它就会有现象的问题 是吧 有些原因跟现象之间是互相联系的 那么现象原因出现了 如果在一个社会 它影响到了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的情况以后 那么就涉及到怎么来处理 怎么来对待的问题 那么也就涉及到了犯罪原因 和现象的治理的对策 那么实际上我说更宽泛的一个概念里头 包括我个人的看法里头 就是认为呢 经过人类社会的这几千年的发展 人们对犯罪也有一些固定的 不同的一些看法 这些看法里头 决定了一个社会对某些问题的认识 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 那么在波斯国家或者是伊斯兰世界 那么如果要发生一些通奸行为 那很有可能要引起急刑 像砸石头 猝死啊 等等这些情况 但是要在发达国家 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是吧 那么就把它认为是属于不道德的行为 而不用那种伊斯兰法 各种法律来规范来加以处理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 那对犯罪的问题的认识上 很显然不同社会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说这块呢 主要是包括四大块内容 就是从现象原因对策 以及人们对犯罪的不同的一些认识 那么这是广义的基本的看法 那么区分这些的意义在什么呢 就是我们到底是真正的是在 纯粹的是在研究犯罪 这个问题呢 还是研究完了要怎么样来想办法给予对策 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分水 是吧 狭义的呢 他重点只研究原因 他认为对策的问题和其他的问题 都由别人去考虑吧 我重点只研究这个原因问题 所以这个他的面就比较窄一些 第二呢 由于做了这么宽泛的理解和设定和研究 反而可以加深你对犯罪原因的更深入的认识 是吧 你广义的这个研究完了以后 因为很多原因和现象以及控制要素 它之间是一种博弈或者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因素 是吧 在这个相互作用里头 他发生不同的一些情况和影响 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呢 可以看到呢 他这两个层次呢 他显然后者呢 要比前者呢 具有更深入的 社会使用价值 也能够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 来提高人们的认识 那么在探讨完犯罪的学的基本研究的一些概念以外呢 我们现在要看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犯罪学的研究对象 犯罪学的研究对象呢 刚才按照我说的这个基本情况呢 实际上就包括 包括我们采纳的是宽泛的认识呢 就包括由犯罪的现象 犯罪的原因和犯罪控制以预防 那么什么是犯罪现象呢 应该说也就是在某一定特定时刻 时空下发生的各种犯罪行为的总和 犯罪现象是犯罪学研究的入手点 主要分为四点内容 一个是犯罪行为 就是每一个人的具体的行为 再有呢就是犯罪的状况 就是大概的一个基本的在时空状态下的一个基本状况 第三人们的认识中形成的一定的概括的一些特点 第四在这个概括特点上 经过长期的基本的这个研究以后 发现出来的犯罪的规律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所谓的犯罪现象 是由四个基本的概念和要素组成的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行为状况特点和规律 那么这四个要点使得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在犯罪问题的研究里头 比如说像从2000年到2009年 按照这个中国法律年纪的基本的说明 那么中国的这个犯罪情况 你们大家看 你可以看到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 大家看算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 总的趋势是升高了 那么我们的对策情况是越来越好呢 还是问题越来越大呢 应该说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我们的对策 你看破案率的基本情况 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致死人数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实际上的恶性程度是越来越低了 所以你通过这些东西 你这个犯罪现象来把握 你就可以说明现在社会到底总体情况来说 是稍微好一点了 还是稍微差一点 是吧 那么应该说保持基本的 有上升 有严峻的状况 但是呢 基本状况呢 没有这个变化 那么在这个研究中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犯罪原因 什么是犯罪原因呢 这个犯罪原因主要是 只引起或者影响犯罪产生的各种事物或现象 这个犯罪原因是犯罪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那么应该说在这个里头实际上有两个特别核心的东西 一个问题呢 是讲你具体的行为中的相关因素是些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讲你犯罪现象中 整个犯社会为什么会存在犯罪 所以呢 根据这两个基本认识的思路呢 我们实际上呢 就是可以分为呢 具体的犯罪行为的原因 和犯罪现象的原因 两个呢 基本点呢 来加以善处 那么具体的犯罪行为的原因呢 主要是指犯罪人的生理心理特征 和犯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 然后形成的一些心理生理的一些要素 影响到了犯罪人 可能具体去导致产生犯罪的情况 而犯罪现象的原因呢 重点的是指一个社会 从整个的犯罪社会的一个状况 整个社会的状况 社会的条件 社会的发展形式 而导致出现的一些问题 这两种层次呢 应该说呢 还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层次里头 大家可以看到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 你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 可以分为八个基本的要素来进行分析 比如说从原因角度里 先从类型折手 就是第一类 然后进入到关于频率的方面的基本研究 频率研究完了以后 涉及到的有关的结构问题 这个地方是有个打的有点问题 就是是速度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头呢 可能要改一下 就是关于速度 那么结构 频率下来就有可能涉及到结构问题 再接着呢 就有可能的是 涉及到过程问题 两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 伸展开呢 就涉及到原因和结果问题 那么具体到个人呢 到最后第八点呢 就是互动者和单方施动者之间的 个体的一种特殊的关系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里头 我们应该注意到 在研究犯罪原因里头 实际上应该是建立某种结构功能的动力性模型来进行分析 这是我们当今科学的一些基本成果 当然这里头涉及到的一些原因 链条和系统分析 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进一步的展开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 第三个就是涉及到的犯罪控制与预防犯罪 控制和预防犯罪是犯罪对策的核心内容 也是中期目的和落脚点 这个里头主要是涉及到控制和预防两点 那么所谓的控制 犯罪控制呢 主要是讲 当犯罪发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怎么样将这个犯罪呢 控制在某种幅度之内 就是它的严重度 频率和其他基本情况 给控制到一定程度之内 而涉及到的有关的犯罪的预防呢 主要是讲如何预防产生和避免犯罪的发生 或进一步的向恶化领域发展 那么这两个基本思路呢 还是不一样的 那么实际上呢 在整个的形式对策和研究过程里头呢 有一个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犯罪的角质 那么这个犯罪角质呢 应该说从我们的整个的 这个犯罪学的研究里头 它是应该是从预防到控制到角质 那么形成一个链条 完整的一个环节链条 那么来看如何第一避免发生 第二控制不让它严重 第三出现了以后怎么来处置 怎么来处理 这样呢 我们就整个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方面 所以维在这些方面里头 大家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涉及到一个城市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战略以后 那么你很可能很容易的就从一个总体的角度上 来考虑如何从预防 如何从处置 如何从具体的处理等等这些方面呢 来处理一些问题 来避免我们呢 犯罪呢 在某一个环节突然跳得特别高 或者是在某一个环节 由于我们没处理好 影响到下一个环节的问题出现 所以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节的内容 第二节的内容 主要我们来讲一下 关于犯罪学的学科性质 地位和功能 犯罪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 我前面已经讲了 那么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 但是有的人说了一句很调侃的话 就是说有多少犯罪学家 甚至就有多少犯罪学的理论 那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对犯罪的问题的看法 始终没有完全统一起来 那么这种没有统一呢 一方面说明 人们的认识 对犯罪的认识 还不够鲜明和准确 第二个问题呢 还也不够统一 第三个情况呢 就说明了 他自身的也不够成熟 那么这里头尽管是这样的看法 但是还是形成了 我给大家在这所列的六种基本看法 这个六种基本看法 他们的意义何在呢 人们为什么要这么给他形成六种基本看法呢 实际上都是跟每一个学者 或者某一派 某一流派的学者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 责言点不同 或出发点不同 或者他受制于形式和社会条件的限制的认识不同 而产生的一些相关情况 那么其中的第一个观点是认为 犯罪学是辅助学科 辅助谁呢 辅助刑法学 就认为这个 为着刑法转 那么这里头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一个就像地球是怎么产生一样 就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是吧 那么应该说 从形式法律来说 它确实产生的比较早 但是作为犯罪学的观念 或者犯罪学的一些基本认识来说 它肯定要产生在刑法之前 因为你没有对犯罪的基本认识和理念 你怎么可能考虑到去制定法律呢 是吧 所以像这些问题 实际上呢 你说谁辅助谁 恐怕在这个里头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认识的 而且很有 值得探究的余地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基本的观点是认为 犯罪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这个独立的学科 主要是认为 它是在研究方面是一个行使法律问题 而且它跟刑法学是有区别的 因为有的人提出说 犯罪学它是研究事实的 我们在座的同学肯定 我们学习这个刑事 法律方面的学科的东西很多 法律方面的学科的 那么主要是规范性学科 就是学那些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 而我们犯罪学 它重点是研究关于事实的 就是像犯罪原因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事实 现象也是一种事实 所以呢 这方面呢 它是有独立性的 第三个方面呢 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 理论性和方法的 这个科学性问题 在这里呢 其实我参加一次国际会议 那还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次 当时跟德国的 马克斯布兰克 国际刑法与犯罪学研究所所长 我觉得有一个让我很难忘的一个对话 当时对话的时候 实际上呢 有一些学者 有刑法的学者 诉讼法的学者 和他 他是研究所的所长 是犯罪学家 我也是算是犯罪学学者 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大家说 当时有个诉讼法的学者 他就提出了说 哎呀 我们刑诉法学 这个这个这个啊 这个科学性研究啊 这个还是很严密的 很能什么的 当时我们俩就提出 说刑事诉讼法的研究 他是一种职业化的 职业性的基本情况 他的科学性的问题的探索 体现在哪儿 因为我们不能否认说 刑诉法 他就有科学性 是吧 但是他的科学性到哪儿 当时可能这个诉讼法学者 他平时也很少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没有回答上 而接着呢 那个德国那个学者 他就提 他就说 而犯罪学 他说是一个科学的学科 是一个具有科学性的学科 而这个刑诉法 这个学者就 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学者 他就问他说 那为什么呢 他说主要是因为 犯罪学的探索里头 应用了很多 现代科学的一些基本方法 比如说统计医学 医学和生物学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他说你诉讼法基本上都是用的人文学科的一些 一些理念观念价值和一些具体的规范和政策性的东西 所以这个里头呢 就让我们看出来 犯罪学还是跟其他学科呢 还是有不同的情况 尤其在刑事法学的里头 他涉及到差异还是比较大 第四个呢 就作为独立的学科里头 有人还探讨说 你去研究犯罪吧 你总能够看到 一个犯罪问题 既涉及到它的社会一面 也涉及到它的心理一面 还有可能涉及到生理啊 还有其他的方面诸多因素 那么也就是说 它可能是一种交叉的 或者有多重知识来涉及到的这个问题的研究 比如说就是原先我们前两年发生的 对校园孩子的那种伤害行为 是吧 当时我们做了关于校园安全的一些课题研究 就发现 那这些人为什么要把 犯罪分子要把黑手伸向 社会的最软肋的那种 少年儿童呢 就是因为 他们在心理状态上 在实际的体力和各方面的情况下 他们都处在一个 本身在一个受排挤 被边缘化和心理状态不正常 同时在社会属于边缘状态的这种社会人员 那么这里头就涉及到心理 社会和其他的比如说经济因素啊 个人成长因素等等相联系 这样呢 影响到他的犯罪 那么这些呢 你要想通过只用一门单门学科来进行研究 研究不了 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所以用犯罪学这样的学科的研究呢 就可以啊 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说明他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观点的认为 就是支撑学科的说法 就认为呢 犯罪学呢 是一个支撑的学科 是一个对某一类学科知识 专门起支撑作用的一个学科 那么这方面的认识啊 里头啊 他们认为呢 比如说可以支撑有关政治学 或者其他的学科来进行相关的研究 这是第三个基本观点 第四个观点呢 就是认为呢 他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 在联络国的教科文组织的 关于学科划分的里头 以及在有关的啊 美国的犯罪学科的 这个学科的设置的 这个基本的体系中啊 犯罪学都是被作为独立的 相关的门类 或者是一级学科来加以考虑的 他甚至于跟社会学 心理学等等被平行的来加以考虑 那么在这个北美和英语国家 这种问题啊 实际上是更突出 在英语国家 基本上犯罪学是作为形式 科学中的基础性的 综合性的学科 比如说我们所学的一些侦查治安啊 等等这些方面 都是在他们这些国家 被认为是犯罪学底下的 某一个具体的方向 但是在我们中国呢 目前呢 还是现在是把侦查治安等等这些 跟犯罪学的是 病头来基本上考虑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情况呢 是认识上是有不同的 有时候所以 有时候开玩笑就说 等于父子之间同堂 这个在一起 而且排不出一个高低 水平 有人就是有点开玩笑 是提到这个问题 但是在中国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可能也是因为 我们的犯罪学本身的发展 存在一些问题 第五个呢 就是涉及到 关于认为呢 犯罪学是一门边缘性学科 就是你每一个学科的 有些问题 核心问题都很难概括它 而且他所研究的问题 都不是你某一个具体学科 所研究的核心问题 所以他处在几个学科之间的 一种状态下 所以认为它是个边缘学科 最后呢 一个观点呢 就是认为 它是一个综合性学科 是一门交叉的 社会学 法学 心理学 医学 经济学等 多门学科之下的一个学科 那么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 我们的基本观点呢 首先第一点呢 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独立在哪呢 大家可以看这张表 这个是库恩 作为美国的一个著名的 有关学科研究的方面的专家 他认为一个学科的发展 基本上是经历过 是经过这样的几个阶段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范式前 范式的确立 标准科学 遗伤现象 危机 革命 新范式 等等 而且是这七个环节的不断的循环交流 完了以后 形成的推动这个学科的自身的发展 范子学本身自己的发展 确实经历了过这么七个基本的阶段 有它自身的发展的规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范子学是独立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学科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认为呢 范子学是一个跨学科的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在同层次的表述里头 跨学科的问题的表述 是一个什么基本表述呢 它是在相邻的高层次或亚层次上 一组相关的学科共同的定理得到了定义 从而引起了目的的意义 通过高层与低层之间的相互作用 形成了层次之间的跨学科 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我们前面说到 治安侦查等等这些问题 跟范子学之间是互相交叉 或者是互相交融的 但是并不影响他们作为整合的意义 而且它是两个层次 或者多目标 更高层次上的一种协同 那也就是说这种研究 范子学这种研究 很可能是不同的一种平台性质 不要我们理解为就全部是平台的这种完全的平台 而是根据现实的需求 这个平台的倾斜度可以做自己的犯罪学方面的基本调整 所以它可以做跨学科领域的探索 那么第三呢 它是一个综合性学科 刚才我前面讲到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人类的这个基本的学科认识里头 是分了一些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管理学科和人文学科的一些基本大类 那么你可以说 犯罪学的研究 是涉及到了 这四大类的 基本的内容里头 都包括 就是你很难用一种完全的科学方法 比如说我就纯粹科学方法 来考虑这些问题 还不是 你看犯罪人 因为他犯罪 本身他就不是完完全全的 按照一种规范式的 我比如说我要去偷盗 我完全按照我计算的 怎么样的精确值 而且偷盗完了 怎么反映时间值等等的来解决 不是 有的时候他偷盗的犯罪分子 他就会想 他有他自己的习惯 他有他自己的个性 所以他直觉 他的自己的思辨特点等等 都在里头 所以你是涉及到既有社会科学 又有自然科学 还有可能是人文科学的一些东西 学科的东西 所以他的学科定位是综合性的 这个学科基本定位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的 其中的第一个大问题 他的学科性质 那么第二个大问题 就涉及到犯罪学的功能 犯罪学的功能 主要有什么功能 一个学科 主要他要看他 功能的角度 要分析的话 主要是四个角度 一个对人的认识 看看有多大的帮助 第二 从现实的 基本的积累的情况 就是积累的一些认识观点 他有多大的推动 第三个涉及到 对现实的问题的解决 能有多大的作用 第四个 可能通过这样的学习 和认识研究 对人类的理性 和人类的基本的精神 价值观 各方面 能有什么影响 那么本着这四点的 基本的认识出发点 你来进行分析的话 你可以看到 那么有五点内容 应该说是犯罪学是可以起到作用的 那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 第一 认识犯罪 第二 指导形式政策的制定 第三 影响形式立法和形式司法 第四 推动社会政策的发展 第五 促进形式科学的创新 那么 这五个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 很侧重的说明了 犯罪学的 它这种实用价值 实际上 应该说 它的功用里头 让我认为 我觉得还有更高层次的 就是对人类价值观的 一些基本的认识 就是对真的 善的 美的 和假的 丑的 恶的 之间 它是怎么来 把握 那么我们往往就说 在 涉及到犯罪的时候 都会讲到 处理到 马上涉及到具体的问题上去 但是 当你把具体的问题处理完了以后 你再来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是考虑 它对我们的人生的 整个的 实际社会和人生的一些基本价值 是怎么看的 你就会 有一些更高的一些升华的认识 比如说现在李某某最近 可能大家知道 著名歌手的孩子的这个 强暴这个 有关这个 女性的一些事件 里头就反映出了很多 超出本身案件的内容的东西 是吧 最近争论很大 大家可能也都看了 一个说 被害人是卖淫女 是吧 难道卖淫女就可以 随便 或者是 可以被作为灵魯的对象吗 是吧 这马上就出现这个问题 而李某某为什么 被社会所关注那么大呢 因为他是 有点富二赖 或者是家里是有名的演员 完了以后 他的那种社会效益 给人感觉到 他的意义 等等 诸如此类 你可以有很多的深入的思考 包括 大家可能最近 看到的国际上的斯诺登世界 是吧 你都会有很多 要如果你用犯罪学的视角来研究的话 你就会感觉到有很多对人类价值观念的 基本认识的一些 重新再定位 再思考 所以这些东西呢 不是一个具体的 比如说 某一个法律学科的这个处理完就算完了 这种意义所能理解的 那么犯罪学的 他能够从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来理解他这个问题 来思考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 讲到的这个犯罪学的功能的问题 那么第三节 我们讲一讲 犯罪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犯罪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在这个里头 实际上 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呢 是有相关的不同的一些看法 当然我这里的一上来就以中外来划分 有点不太一致 因为人类毕竟还是总的来说 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基本思想 那么在这个里头 我想首先呢 让大家看一看 这是美国的一个著名学者 拉里希格尔的 关于学科相关性的理解的 这个基本的表 当然这可能是 大家看的是英文的 那么他认为犯罪学 主要跟六个 这个相关领域和 研究学科相关性 一个是跟刑法学 一个是跟理论的基本的建构的理论 还有一个是跟犯罪统计学 还有一个是跟 法律受货学 还有一个是跟形式行为的系统研究 以及被害人学 他认为 犯罪学跟这六个学科 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 他的这种观点 表了现在美国的基本的时尚的一些观点 因为他的教材在美国呢 是作为大学的 二百多所学校的 就选用的教材 那么在中国 应该说 他说的这些学科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 由于我们的研究问题 由于我们的价值观的选择问题 由于我们本身的历史传统 和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同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研究 重点呢 是涉及到这样几个相关的关系 那么相关的关系就是 第一 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 在这个里头 大家可能知道 两者之间 刚才我们从最开始的概念界定 就加以了说明 是吧 他是从概念本身 他就有所不同 那刑法学是关于 规范什么是犯罪 如何处置和 这个处理犯罪的 一个相关的一个学科 而犯罪学是关于现象 原因 对策 以及人们对犯罪 不同认识的学科 那么这两个学科的区别在什么呢 犯罪的外言不同 这个犯罪学更宽泛 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目的也不同 这个刑法学的研究的具体对象 它是一些行为性的东西 一些具体的 大家可能知道 一些课件 要件等等 想涉及到这些问题 那些刑事要件 一些基本的问题 而犯罪学的研究呢 更侧重在 是怎么样来预防产生 避免产生和及时处理 这个角度来考虑的 那么方法也不同 刑法学它重点是 以法律的形式 对法律的前世 从和立法 司法和适用角度来考虑问题 而犯罪学呢 可能更多的运用一些当代 科学的一些成果 来进行相关的分析 那么第二个 犯罪学和新法学的联系 在这个里头 犯罪学对于新法学的发展 能有推动的意义 能有这个推动的作用 因为犯罪的一些 每年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研究啊 和一些情况 都能推动了 刑法学的一些基本发展 第二呢 就是犯罪学的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 也需要刑法规范 和刑法学研究为基础 就是犯罪学 因为现在观点太回忆 回忆了 就是根本就很难形成统一 那你没有一个基本的 出发点和统一点 你怎么来研究犯罪呢 所以还是拿刑法的一些 现行规定 来跟犯罪学的基本东西 来相套 这样呢 才能够 基本上能够 有一定的实际价值 否则的话 就可能形成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所以这是我们的 看到的第一个关系的区别 第二个关系的区别 就是犯罪学 与刑事政策的区别 那么犯罪学 实际上 它的研究 是主要 涉及到的一些事实性的东西 和对策性的东西 而刑事政策学 它重点呢 是关于制定政策问题 作为它的首要的内容 在这个里头 那么他们之间 第一 研究对象 它基本上是一致 第二 犯罪学 对犯罪的认识的制定 和实施刑事政策 及刑事政策的研究的基础 他们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但是 从犯罪学对犯罪的预防角度来说 它比刑事政策更广泛 更宽泛 因为犯罪学 它侧重在预防犯罪 而刑事政策的制定 不仅仅侧重在预防 而且还要考虑当时的情况 是打击啊 还是采取其他的一些社会政策 来来考虑一些问题啊 等等 所以这是两者也是有区别的 第三就是犯罪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那么犯罪学与社会学的关系里头 也有联系和区别两个方面 那么联系呢 是有很深的历史渊言 应该说两个学科 那么应该说 在这个当前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主题和命题上 那么两者之间都是有一定的相关性 第二个呢 就是犯罪学和社会学在研究内容上 是有交叉的 这个交叉是多方面的 第三个是涉及到犯罪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上 也有相同之处 相一致之处 应该说犯罪学中 很大一部分研究 是用社会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你像我这个 在这个读博士期间的学习的内容 重点就是社会学的内容 那么我的感觉到 对于犯罪问题的研究 尤其是涉及到犯罪现象和整体的犯罪的问题的研究 社会学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那么第二个部分里头 犯罪学和社会学的区别 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广度应该远远大于犯罪学 因为社会学关心的问题 它不仅仅是人类的一些消极的 或者是扰乱社会秩序 或者是消极发展的一个方面 它还包括积极的正能量的积极的方面 第二就是犯罪学对犯罪现象的研究深度 大于社会学 社会学因为它涉及到的内容 比较宽泛比较广泛 所以它在某一个具体的社会现象上 就不如犯罪学的研究有这么深入 这么全面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涉及到第三节里的 就涉及到了犯罪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那么犯罪学与心理学的关系里头 应该说主要是存在着两个方面的情况 一个在研究对象上 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征 因为犯罪学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研究对象里头 它涉及到犯罪行为和犯罪的状况 那么犯罪的行为里头 那么重点就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 所以在这一块是很值得深入的来探讨的 就是他们之间有一定的相重交叉的内容 第二在某些方面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比犯罪学的广阔 那么在这个里头 像心理学研究 它研究行为以外 除了研究人类的行为的消极行为以外 它还要研究积极的一些行为 还要研究动物的一些行为 和其他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行为 那么通过这些研究来进行比较 来对称 来进行相关的分析 像这些问题的都使得我们在研究上 心理学的内容更丰富 更深入 更匡泛 而犯罪学的重点 是要集中在人类那个消极的基本的问题的研究上 那么至于说到 这四点 就这犯罪学以这四 这四个学科的基本情况以外 那么跟美国人提的相关的内容 那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我觉得这个 他的这个基本观点 也是代表了国际流行的一些基本观点 那么我们认为 确实 范罪学跟他提到的这六个学科之间 也都是有很深入的联系和关系的 但是也确实都能够找到他的相关的区别点 那么我想第三节的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 先休息一下吧